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首诗 七律诗啊 我是从他的诗词记 也就是郑梦周诗词记里面找出来的 这个跟往常一样啊 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姚子 也就是郑梦周先生的生命 他是1920年生于中国福建泉州的安海症 然后1982年2月18号因癌症不治 住于新加坡 享年62岁 然后他是新加坡早期优秀的小说家 少文家兼编剂啊 用过的笔名包括贺琪 福建 欧阳匹 上官邱等等 他还是新加坡著名的华文报人 在1949年至1954年 任职与南洋商报主编过家庭与妇女 星期六周刊文艺行列等复刊啊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然后在1969年到1977年 就担任新明日报的复刊新丰的主编 然后他在这个担任报章编辑的期间啊 就是提携了 栽培了很多的这个文艺爱好者啊 然后很多都成了新加坡 后来成为了新加坡知名的写作人啊 也就是说瑶子 唯一来促进新加坡的新华文学的范围发展的 在这方面他是居功绝尾的啊 这简单的说一下 好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他的这两首诗啊 先来看第一首 我念一下啊 念念情见醉花灵 内波青霜 玄薄冰 南辅云飞着夜梦 用西乡人去此时期 辟条龙语南飘续 红豆沾泥玉化淫 骆驼生涯 以智矿味 骚华未老 以心生 这个 过去的书生啊 经常喜欢用秦跟贱这两个意向来描写自己的一些抱负跟胸怀吧 啊 啊 秦就代表就是这个文人的高雅 比方说这个柏牙这个弹琴那个秦 然后剑呢 苏剑江山嘛 剑也是过去早期春秋 以前的这些 春秋战国 时期当时的 的士人 也就是士大夫 经常都会配剑的 啊 也就是文武双修啊 所以这一般上后来这个秦见 也就 有些文人也就用来制矿 就是说 就是说代表他们这种 呃 报复吧 所以 念念 秦见醉花灵 就是说 呃 二十年的这种 呃 文人的生涯 啊 然后醉花灵 这醉花灵 花灵一般上就是说一些 呃 用来做一些 呃 女孩子的衣服 啊 这种 凌罗绸缎的一个凌罗 所以这边我相信它是 借 有点借 借意啦 就是代表这种 就是说 这个 呃 美人吧 所以我的理解是 二十年来的这种 书生 这种文人的生活 然后 大概也有一些 就是说 这个 江山美人这样 鸿秀天香 这样的一些 意思吧 内波 清霜 呃 悬薄冰 内波清霜呢 清霜一般上就是 这也代表箭啊 就是说 这个泪 泪水就掉 掉下来 这门薄是死之扎乱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箭的表面是非常 呃 非常呃 呃 这个 光亮的 但你这个 一旦你的泪掉到这个箭的表面之后呢 它就 形成一种斑驳的一种花纹 就有点杂乱了 而贤薄冰呢 这个冰 在这边 我相信 它是用来 用 用来介意这个心啊 就是一片冰心在玉湖 就用来比喻那个人的这种高洁的心 贤薄冰就是说 你这个琴弦的声音一弹起来啊 这个弦的声音就会使到你的心乱了 啊 所以我的理解是这样啊 这南虎云飞昨夜梦 啊 这个南虎飞云是取出于这个 王伯的这个腾王各序里面的 这个南虎云也就是说一个 呃 当时的人 文人互相送别的一些地方 所以南虎飞云 然后它这边倒装成南虎云飞 就是代表一种就是说 呃 送别吧 或者就是说别离 就是别离的一种 一种就是说那种心境 就是昨夜梦就是说 在昨晚的梦里啊 就是大概就是想起了一些 就是当时跟有人送别的一种这种情况啊 然后西乡人去此时请 这边用的当然就是这个 这个专身跟崔茵茵茵这个西乡记的典故吧 就是西乡人去也是一个别离嘛 就每人一走一去 就比方说 他自己的这个崔茵茵已经 这个离开了 所以他现在那个心情当然不怎么好吧 然后辟条龙雨难飘续 辟条这边指的是柳 就是那个柳树的垂柳 因为原本如果你不下雨的话 那个柳啊随着风吹它是能够飘 就是飘续嘛 就是能够这个呃 挺潇洒的那个景象 但是因为你下了雨 下了雨这个柳条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水 它都变得比较重了 比较重了之后 比较重的情况之下 这样它当然很难再飘续 啊 红豆粘驴玉化银 这红豆粘驴玉化银用的就是浮草为银 就古人相信那个那个草啊 就是腐烂了之后 就可以变成萤火虫啊 这是古人古人的一种 对于大自然他们还不是特别 生物界的这种情况 还不是特别这个 认识没那么深刻的时候 他们相信这个萤火虫就是 这个草木草本植物这个腐烂之后 变化而成的 这边的红豆显然就跟这个 相似豆有关吧 所以这边就是我相信这个 前一句就是以这个屁调自居 就是它像柳叶这样 因为受到了某种 就是客观因素的制约 所以你很难逍遥自在的那个飘 就是飘动 一点点活了一点也不潇洒 啊 红豆沾泥一化银 这个就浅浅一朵了 红豆呢 具有这个香脂豆含义的红豆 啊 沾泥已经掉到这个 呃 这个 这个地上 掉到泥里面去了 就 这个 准备就是化作萤火虫了 呃 呃 似乎也有一点 红颜见老的这种感觉吧 啊 然后 下面一句 骆驼生涯制矿胃 就是说 他的这个 朋友点像这个 杜牧的骆驼江湖再久 行啊 啊 主要千禧长中青 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这骆驼的生涯 其中的苦苦 酸甜苦辣啊 只有自己才知道 韶华未老以新生 因为就是说 韶华就是代表这个年龄 呃 就是说 还不是说很老 啊 还是说 还在这种 青壮年的状态 把中年 把人到中年这样 虽然还没有 进入老年 但他的心里 心已经 像那个 生人这样了 就是他的心境 已经很苍老 就是说 虽然生理上 还不是很老 但是心 心理上已经很老了 就是说 颇有点 爱莫大于心死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啊 这是我对这首 无题的解读 啊 接下来呢 我们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瑶子的另一首 呃 七律 叫 永忍立志 啊 根据他这个提及里面的介绍啊 就是说 秉银有约 啊 十六新明 以七年 欲愤令人难亡 应强自以致力 截待天命 啊 你如果说 他是从这个 1969年 呃 进入新明的话 那么这 19 再加个七年 就是说 1976年嘛 就是说 古记当时他在这个新明日报的日子过得不是很好啊 所以他有点郁闷 你看他在第二年 就是1997年 他就离职了 所以相信他当时在 在新明日报 呃 呃 当时可能 这个职场的 这个生活有点不愉快吧 所以可以看的 呃 可以从这边这个 这个 诗里看出一些端倪来 他这边是这么写的啊 忍至心头一把刀 啊 难耳能忍是英豪 我心肠胆 其妄志 涅足 风旗 中展超 呃 呃 长夜慢慢 防鬼亮 这个 这个 青山 淡淡 替风茅 这个 浅荣 亦有藤原热 味道 春时 风雪高 这个 前 第一句手连 这个很很容易懂啦 就是 忍之心头是一把刀 啊 能忍的这个男儿啊 啊 就是英豪啦 就是说 能忍 别人手不能忍 这 我们可以知道 他当时应该是处于一个不得不忍的环境吧 工作中可能生活上也有些不愉快 啊 啊 但是 呃 可能 这个 这个 这个同事啊 或者是 上司啊 呃 给他一些脸色看啊 或者是怎样 啊 这个有一些办公司政治 是足在内 所以不得不忍 这边 用了 接下来用了两个典故啊 握心长胆 齐妄志 这边是 用这个月王勾键 握心长胆 啊 十年生计 十年教训 的那个典故 啊 这边就是说 吊人 然后 聂族 凤凰 中 展韬 他这个是用了 这个 刘邦跟 啊 韩信里面的 一段故事啊 就是说 当时啊 这刘邦大概是他的 他还 还在打仗的时候呢 呃 就是完全 楚汉相争那段时间就是说 他还没有完全胜利的一段时间吧 就是 当时 刘邦还处于困境的时候 这时候韩信就 派人 呃 给他一封信 嗯 就是说 啊 希望你能封我为齐王这样啊 啊 就是说 而当时的刘邦是 我这个火火大得很啊 他就是说我现在 我现在都还在 呃 被别人所围困啊 啊 你不 你不想来救我 呃 还想要这个 呃 封关 禁决之类之类 所以他当时 刘邦是 这个 是这个非常愤怒的 呃 然后呢 那个时候应该是张良跟 呃 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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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呃 呃 就是这两个 呃 呃 这两个 呃 呃 这两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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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 呃 这两个 这两个 多方面的树立敌人 不如就是说 让 如他所愿吧 就封他为其王 啊 这样的时候 这个刘邦男士 他就 就 转念一想啊 他们就说 张良跟陈明说的有道理啊 然后 他就忍下来了 然后就 呃 就 就是说 快 张良去 去 封 韩信为其王了 那之后 当然是 现在忍了啊 然后 到了 他当了皇帝之后 后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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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这个 呂后 啊 也就是说 他老婆呂后 然后去把这个 韩信给搞死 那是后来的事 反正就是说 啊 这个 啊 这一个韩联就是说 啊 这个 波心产 用了波心产党 啊 就是 遗亡构建 还有 判高主刘邦 啊 这两个典故 就是说 忍一时之 就是忍一时之辱啊 最后就是 还是能够 这个实现 啊 他们的这个 这个志向 这个景连呢 长夜漫漫 凡尾亮 黎眉王良能量 啊 这个东山淡淡 呃 替风豪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长夜漫漫啊 就是说在 在晚上 就算是要 要睡觉的时候 啊 都 都要警惕啊 要防止这些鬼来害 就是伤害自己 啊 啊 东山淡淡 啊 这个就是说 呃 这个 也是借用了一个典故啊 就是说 嗯 这个应该是指这个 这个 这个 当时 匪水之战吧 就是说 当时东晋的时候 谢 呃 谢安 他们当时在这个 东山那边 就是有一些风火台 还是寥望台之类的 就是说每 就是说每 淡淡就是每一个早上啊 啊 都要警惕这些 封豪就是说战争啊 就是说敌人的到来 就是说这几年就是总之 就是说当时 这个 呃 他的窑子啊 可能 就是说 可能他的 在职场上 还在什么 也可能 用 用一些话来说 可能就是面对了 不少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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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 名强案件 所以就 就 不得不 这个 提高 这种警惕 最后是 潜龙 亦有藤渊热 啊 这个潜龙 是用易经里面 潜龙幽毁那个 就是说 那个 瓜相啊 啊 潜龙亦有藤渊热 就是说 现在这个潜龙啊 就是说 还在这个 潜伏着的龙 啊 潜伏着的龙 其实也就跟虫差不多啊 但是虽然表面看 看来是虫 但实际上 他是龙 就是 潜龙一有藤渊热 就是说 总有一天啊 啊 这个龙是会从 从渊就是这个 这个水里面啊 啊 这个潭水里面啊 啊 总有一天 这个潜龙会从潭水里面 这个 啊 就是说 飞起来啊 比方说 潜龙从 最后就 就出到了 建龙再天 飞龙再天 啊 这样的阶段 啊 然后 未到春是风雪高 就是说 春天还没有到来 的时候 这个风雪 当然是很高的 啊 但是 风雪 它 不过 就是冬天里面的这种风跟雪 它总有 总有解冻的一天 就是那时候 春天就会到来了 啊 所以这个 就是说 从某个角度上来讲 尽管面对的种种不如意在职场上还是怎样 但是它还是对未来的生活还是充满了这个乐观的 啊 所以 这边就 今天就 介绍跟姚子的这两首诗 啊 就是给大家解答 解读一下 希望能够 有助于 大家理解啊 姚子的这两首诗 啊 谢谢